东方航空公布就是油价的反弹 对它的对冲的合约是有一定的回报 但是这方面的影响还是有一定的不确定 另外一方面 内地的毛公司对东方航空有一个助记的行动 对它也是有一定的利好的作用 但是长线来说 因为航空国营仍然要面对一个比较困难的经营环境 我相信东方航空的股价要在线水平大幅度的反弹是比较困难的 相信要等到经济是有比较明显的回暖的情况 航空国才有一个比较理想的表现